欢迎收看老代姐说的爱尔登法环 学院正门口 今天我们就要进魔法学院了 手头一把阔头枪 以及一个滑轮弓 以及尊普骑士套 装上了一个魔力龙徽护服 让我们对魔法攻击有一定的减伤 如果看到某一个装备 实际上如果你找不到我的视频里面没有说的话 你在B站里面打上阔头枪 肯定有人跟你说是怎么拿的 这个就是在关卡前方的一个拿着大盾的士兵 他也拿着枪 包括他身上那套衣服都能掉下来 魔法学院雷亚卢卡利亚 弓推荐戴在左手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比较好去释放战技 如果放在右手的情况下 我换到右手武器 我还要再把左手武器给收起来 或者是双持右手武器才能释放战技 如果放在左手 直接就可以释放战技 这边有两个魔法师使用弓箭 直接把他们给带走 然后继续往上走 这一集录制的前半段 发生了一点那个 就是我忘记把音乐给打开了 所以感觉游戏里面声音比较小 这样也比较的安静 后面我注意 弓箭手打掉 然后换上精湛武器 上面有 因为如果一下冲进来 我们又想把这边清场的情况下 是一件很烦的事 丢锁定了 他下来了 下来了两个 然后切换成 再来一件 然后等他过来 他一开始乱武 切换成近战武器 这把枪是可以像我们之前的尊府 骑士剑一样 可以躲在盾后面去处敌人的 这种士兵厉害倒不厉害 但是他一群上来 如果有两个同时这样乱武 可能就把我们一招给带走掉了 然后我们换成弓 把他给射下来 下来吧你 但是如果敌人这种左右啊 闪得比较快 就不大好去攻击他了 你看也可以躲在盾后面 我选用的方法就是 对于破解敌人招式 要求相对较低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 传统的魂系式这种打法 主要靠闪避啊 靠顿反啊 靠走位去和boss周旋 当有的boss 我的这招不好使的时候 那我肯定会用其他的相对比较好打的方法 去料理这些boss 好了 然后在这后面呢 有个东西可以拿 黄金炉瘟 就是一点魂了 捏魂 我们现在直接都是到 上一集的最后那个地方 去拿魂 一次可以拿个三五万 很方便 这个捏炉要捏半天 然后记得有一个东西没拿 在这边 有一个魂系里面比较传统的 隐藏的门 隐藏的墙 继续走 火队就在这 实际上建议是什么呢 进来第一件事 先把这火队给开了 然后再掉头 回头去灭他们 去拿东西 会比较好一些 比较稳妥一些 好 做个火以后 我们继续出发 因为第一次进来嘛 我们就 按部就班的 把所有的敌人啊 该清的 都给他清一清 建议使用阔头枪 这边敌人 有些敌人藏的很阴皮 你看在这藏了一个 如果我们去打他 他在后面抱住我们 这种敌人 哪怕他在我们的正前方 我们使用盾 都没有办法 顾住 因为他会上来咬我们 咬完之后 除了伤血以患 还会吸取我们身上的 魔法 就是蓝条 小个的能吸一大半 大个的可以一口气吸空掉 双持武器 威力会更大一些 这种敌人属于是不厉害 但是很恶心的那种 他弄不死你 他恶心你 他会把我们蓝条洗光 一大堆 而且会从地里面 钻出来一堆 你看 全是地里面 新钻出来的 一群一群的 取上盾 躲在盾后面 除他们 这可以明显感觉来 双持和单持的威力 有些不一样 OK 回一下体力 这个最后一个踏步啊 躲掉一下攻击 清的差不多了 处他 再补量一下 如果武器比较短 就很容易被他们围攻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保持一定距离 然后在这个下边 有一条小路 也是可以走的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些东西 可以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忘拿了 在这边的下边啊 这个角落 也藏着一些东西 魔法学院整体的复杂程度啊 要比史东威尔 就是前面的那座城啊 东西啊 要明显少一些 就没有那么复杂 史东威尔城是一个 需要走回头路 才能把东西拿拳的地方 这边呢 还好 然后我们继续前进 这边呢 有一大群的敌人 大家看 一下被抱上 大家看蓝条 一下被吸掉了 80% 还有一只狗 其他的敌人走的慢 我们往后退一退 又先把狗给撂地掉 狗很烦 三只狗上来 就可能直接把我们给咬到死 保持距离 一点一点 除他们 如果敌人很多 可以使用重攻击 像这样横扫 因为他们只要中招了 就肯定会有硬直 然后从这边上去 这边呢 会得到一个好东西 就是打我们的这个兵 刚刚打死的这个兵的骨灰 人偶士兵的骨灰 看这边呢 可以给观众看一下 之前说下面可以走 这边下面有一条路 可以走过来 就不用走桥上边 刚刚吸了我的蓝 我把蓝再吸回来 喝回来 下去 好了 胭脂白银鸡爪 处它 处它 三下 双持的话 三下可以处死 继续往前走 然后在这个下面呢 前面 下面还是有一条路 墓碑这一块 也就是过来的左边 这边也有一条路 然后我们撑上盾 哎 撑错东西了 顶着盾 砍它 捅它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有一个 战灰 打掉以后 这东西是必出的 就是只要它在这 就必在这 过来 好 再补一下 这就是枪的好处 枪的攻击距离 要明显比我的 骑士剑 它们的虽然攻击箱 方法都比较像 普攻是往前处 单跳 某一个敌人会比较好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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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敌人比较慢 让开 先把这些狗给料理掉 想横扫的 但是旁边弹刀了 OK 搞定了 狗搞定了 就好办多了 处它 距离拉远 哎 好了 这边就算清光了 我们可以走上面 上面走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一些东西可以拿一下 魔力有齿 一般用于合成的 我们继续前进 没啥东西了 然后这边呢 可以往右拐 我之前呢 这边我已经来过一次了 所以这边的东西 我拿 没拿 这边呢 原本是有一个套装的 一个还不错的套装 法战双修的一个套装 就在前方的墓碑 但是现在呢 我已经拿掉了 所以现在没有 有的话呢 自己没拿呢 可以过来拿一下 之所以过来 就是这个原因 有的观众 他的的确确跳着看 一个一个料理他们 你再来一下 这个是大个儿 大个儿血比较厚 很明显的个头 就要比其他的 一些骷髅啊 要更加的 长一些 高一些 很扫 800多血 这个敌人 OK 清光以后 这边就没有敌人了 然后我们要回去 这边旁边 有一条道 就可以回到 我们之前的主路上面 这个关卡 那个地图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它属于是 树叉式的 就是有一条 主的干线 然后分出来一些 枝的干线 而史东威尔城 就有点像 有点像爬山虎一样的 他绕着绕 他又绕回来了 绕着绕着 他又绕回来了 好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精英 我们把它定 定是什么鬼 顿顶上 让开 闪一下 他这招会把我们 吸到他旁边 去捅我们 顶上盾 刺他 好了 处决 然后他倒地以后 在他起身的过程当中 再补两下就可以了 搞定 如果他弄不好的情况下 可能会把我们给弄死的 也蛮恶心的 然后冲刺 跳跃 失色 等于是我们又再往上面走了 然后下来以后 我们先不管 这些敌人我们都不管 先到这边火堆先坐下来 先把火堆打开 然后再回头去收集 我们该收集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不用从前面那个地方 重新跑一次了 好 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继续出发 把敌人该清了 都给清理清理 上面呢 那边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拿的 我肯定也会给他拿掉 好 下边这边就没什么东西 回头还有个东西可以拿一下 就可以去走另外一条路了 长矛呢 也蛮好用的 但是长矛好像不能去上这个 之前的那个不死斩 就可以吸血的那个战绩 但是尊斧骑士剑 剑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从这边跳上去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敌人 把他给处死 但这片的好像没有东西 这边没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从这边直接跳走 然后往下走 下到底部会开启一个传送门 一种特殊的传送方式 待会跟大家说 但是在下去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个地方可以跳下去的 就是在这边 这是在半道的 这还没到底 这一个关卡之所以要用这个弓啊 主要还是因为敌人可能埋伏我们 以及或者在空中 我们希望用弓把他引过来 这也是魂类游戏比较 常用的一种方法 这个弓叫华伦弓 你到网上搜一下 是在火山那边的一个地方白拿的 在一个兵营里面爬到塔的最高处 我本来想在视频里面演示的 但是这段我正好没录上 使用普通的长弓呢 也可以 也不是说不行 对我来说 弓就是一个 提高我们攻击距离的 吸引敌人过来 吸引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并不是主要的输出手段 但是在这个观察里面 弓还真是一个 比较有效的输出手段 哎呀又被他抱上了 把我血蓝给啃光了 这两个都是大根 血比较厚 鸟身人偶士兵的骨灰 就是现在刚刚我用剑给射死掉了 观众还看不到 待会就可以看到了 到反正在整个魔法学院里面的流程里面是可以看到的 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 我过来逛了一圈 这边没什么东西 这边是往上走的一片区域 这边没什么东西 好吧 我们继续往下走 下面呢还有好东西 可以拿 我第一次在没有任何查资料的情况下 就觉得这个平台啊 它肯定这么设计 它肯定下面啊 会有地方可以去 然后我们就一直站在这 等着 静静的等待 它会自动把我们给放下去 前面有一幢房子 那幢房子有一个装备是可以复制骨灰的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想在两把武器上用 上同一种骨灰 对吧 就是免去切换的烦恼 那边会有一个 这个敌人呢 不要待在他的正前方 如果被他击杀 他会把我们传送到火山去 就有点类似于之前 我们在猛流动窟里面 有一个小贼 把我们传送到一个地方 而刚刚传送过去 在我们找到火堆之前 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传送的 而且传送过去比较简单 我下来的目的不是要去火山 而是打他 如果被他抓 抓一次没事 只要不被他抓死 就没事 但是如果被他抓了第一次 很容易第二次我们逃不掉 打他就是绕到他的旁边 他攻击完以后 这是我们攻击他的时机 他血比较厚 我们现在的这个武器不克他 一次只能捅他100多的血 观众也可以说一下 是不是我这种刺激的这种 刺的武器对他扛击比较少 使用那种普通的会好一些 比如说大剑去砸他 打击好像不是特别好 根据我们敌人的质地不同 他是什么东西造的 使用的武器 打到身上的这种效果也不同 像我们这种打人形的会比较好 肉体比较好 这是一个看一下 在下面这个地方 从高处落下时能完全不受到损伤 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好使 这个东西我是测试过的 就是说在我们如果摔下去会伤血的情况下 他能保证我们不伤血 但是如果说我们会摔死掉的情况下 他照样会给摔死 好像是这样 因为我去试过 这个地方是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回头 因为我们又有个东西没有拿 从这边走 之前下来的时候就看到 这边有个像小庙一样的 好的 然后从这边上去 这边有一个复制骨灰用的施力战灰 好了 接下来的一些路都没有什么战斗 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乘坐这个像大升降梯的部件 再次回到上面去 从这边直接跳下去就可以 等它过来 然后直接跳 直接往上升 这一个平台呢 就是我们刚刚过来的一个平台 在这边打掉了那个精英 继续往上走 好来 直到你觉得腿都等僵掉了 然后再次过来 不用做火 出来之后 这个敌人呢 是有几率后面给他捅死掉的 搞定 好了 掉头 拿到了一个教室卷轴之后 把这个给捅开 往左边拐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东西没拿吗 这边呢 有四个头像 这个头像 在整个魔法学院里面 可以拿到四个 可以减掉我们身上的一些属性 然后 对其他的属性啊 就是他们的属性是有加减的 对不同的属性 进行增减 去补足 法师在属性点上的不足 就在这儿 灰石头罩 是一个 戴在头上面的 像头盔一样的一个部件 好了 这边 上次走了一个岔路 在这里 把所有的东西 全部给拿完了 休息一下 继续出发 好了 休息好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因为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玩的时间很长 有的时候 我玩一些比较压抑的关卡的时候 我就会把音乐给关掉 但是我录像的时候呢 还忘开了 所以就没那么压抑 当你如果碰到一些关卡 你打起来很压抑 很害怕的时候 把音乐关掉 会比较好 或者你开个什么 其他的音乐 这种敌人 使用手头的这把锚 被刺 可以一击必杀 因为他们是魔法系攻击 虽然我们的盾 可以挡住一定的魔法 但还是会吃一些攻击 而前方就是一个 超级大的陷阱 有四个法师 外加一个近战系 就很烦 所以在这里使用弓箭 会有奇效 否则我们冲到人堆里面 会被攻击的很难看 但是这个 这边还行 这个角度就还行 还是可以打到敌人 中门对军 我们的攻击是可以打断 他们的攻击的 如果说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稍微 平一一下 躲掉一些他的攻击 然后开战技 像这种拉大弓 就属于是战技 是消耗左上角的蓝槽的 三下带他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我们直接冲上去 把他给带走 好有一个箱子 先不着急 我们这里换一个打击系的武器 好玩 软鞭 是在绰其半岛最下面的 那个地方拿到的 他虽然看上去 不像打这种 敌人的武器 但他的确是打击系武器 他的攻击距离比较远 要比陈心锤 他跟陈心锤是一个系列 OK 他的缺点就是 不能够处决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门 现在呢 我们去不了 我们要走另外一个地方 才能去 然后我们把武器给换回来 好了 这边拿出弓 先把他给干掉 这个法师呢 属于是 高一阶的法师 他会有一个盾 而且血呢 也多一些 你看他会顶盾 再来一下 99 还差最后一下 搞定 因为上面呢 也是一个陷阱 我喝个蓝 你干嘛 你看不起他们还是怎么样 小瞧他们吗 去捅人家10颗血啊 他捅死 喝个血 然后 继续射他 他在走 就射不中 游戏里面的 我看了其他 一些资料啊 游戏里面 敌人的攻击模式 就是他是要攻击了 他是要喝血了 他是要位移了 实际上是根据我们 玩家的动作 进行触发的 比如说我们要攻击他了 他就可能会去位移 这就是游戏里面的AI 你不攻击他 他也不攻击你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上走 换上软边 来一下 我们下面不是有一扇门 没法开吗 我们要通过这边 一个暗门 去把那扇门给打开 扫星 应该是一个魔法 时间钥匙 实际上游戏里面 时间钥匙不缺啊 就现阶段 对我看来是不大缺的 在商人那边 你只要有足够的卢温 把所有的商人逛一遍 你就可以买到好多个 然后这边藏着一个 很阴的暗道 在这 好 先下来 不是这边 还是这边 从这边再下去 就到了我们刚刚 没有办法进入的 那扇门里边 然后先把 没拿的东西 给他拿掉 里面呢 是有一些敌人的 但是威胁不大 然后可以把这边的敌人 给他清清光 用鞭子打 他们比较好打 因为攻击范围比较大 比较远 好大容易被敌人群殴 攻击距离是真的远 这把软边 我也是弹腾给他 升到12级了 因为我们可以刷金燕了嘛 然后刷了金燕 基本上刷5分钟 就可以把一把 普通的武器到12级 5分钟都不需要 大概正常情况下 如果顺利的情况下 刷个十次 八次到九次 就可以把一把 普通的武器升到12 到后面是越来越难升 到后面他还有 锻造石5 锻造石6 到了锻造石6的时候 就可以把武器 升到18应该是 13 14 15 16 17 18 在这呢 我们换上一个 骨灰换不换无所谓 换上这个 尊斧骑士剑 因为尊斧骑士剑 是有出血效果的 对于一些肉身的敌人 会比较好使 然后喝个蓝 可以进去了 碰到一个boss 这个boss呢 他吃硬直 我们可以使用 顶盾流 无脑捅他 问题不大 他的攻击力也不高 之所以进来之前 希望把敌人打到 就是我们自己啊 去那边刷经验 把就是 不管是刷经验 就是最好是能把血量 打他的情况下 就打这个副本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 是25的血量 但是我现在 升到了40 容错率很高很高 打起来 就基本上 可以去跟他拼刀了 就是在我受攻击的情况下 我也可以 可以跟他当正面 那这些东西 会攻击我们 也会攻击我们的 这些骨灰 继续这种 无脑杵他 刚才出血了 所以一大出流 获得了记忆石 这样魔法师呢 就可以多带一个魔法了 整个魔法学院的流程 在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说分成了两集 好吧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一集我们从这儿 继续出发 拜拜啦 拜拜